為何播放《山狗》 話說昨晚我們和十三個做完節目 說起拍攝 《山狗》一直在我心中的故事中 我想重拍 《山狗》故事很簡單 我也是很想拍攝 因為劇本我大致想 我沒有寫出來 但大致上的內容 如何整理它 當然是多一些反映現在香港社會現狀的元素 但執行上來難不難呢 成本有多少呢 未必太難 因為我不是用大明星做的話 但是 因為在山上拍攝都會辛苦 還有一些難度 作為一個新導演我認為 昨晚我們和十三個做完 十三個作為一個真正的專業藝人 有很多對談 刺激了我 又刺激了我拍攝電影的紅心 尤其是 我自己知道 你們不知道 我的網友真是臥虎藏龍 甚麼人都有 而電影工業有一種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只要他沒有一份正職在做 其實你一個電話給他 就埋位 你就算有錢沒有錢 很少錢也好 因為是一種人來的 我亦都說過 在節目中 我們拍過的東西都知道 而且現在的後期 因為有電腦 無論有配樂 各樣東西都比以前容易一些 如果我們拍到一部電影 劇本在這裏的話 我想我們走紅地毯是有機會的 我不是說得獎 你想想我們一群人走紅地毯 穿了踢死套去簽名 簽名 是不是很高興 我們人一輩子一輩子 是不是要向著 一些我們未想做過的事情去做 我們做《現代合傳》的時候 我現在一直是希望做舞台劇 我一定會圓夢 其實過了年 我們穩定了之後 我會陸陸續續去佈場 即是圓夢 人一輩子 你怎麼都不想過 會有人聽過我們做節目 甚至我們會拍電影 下一節我們先說一下 我們台的情況 另外一套 其實我以前在《啤梨晚報》 講過 但現在為什麼我會再講 第一限於材料 第二 其實現在YouTube的免費片 是少了 這段時間很多 但可能現在有些版權 有些收益 那些人都發覺不要太傻 就是《啤梨晚報》 那些公司的持續 那些公司的持續 那麼傻的 那些人這麼看 我們改編 需要不需要這單版權 我想要找人聊 找余先生 一個道具叫《三九一九九九》 我覺得一千萬年前 或一千萬年後 父母愛子女的心 長輩對後輩的關切 男女朋友之間 友情 這些是不會變的 只有這些才感動到人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的方向 是否應該要拍一些低成本的 簡單來說 像以前《新浪潮》 或者像《香港電台》拍的 故事不用很複雜 所以《山九》是否會拍呢 我不知道 我們看看手頭上 不知道各位網友會否有 你們自己創作的原創劇本 或者故事 是說得好聽的 我們希望今年 尤其是有十三個和十三個條仔 老四 你聽到的 我們一群人 或者山man 全部人我們都可以去做一套作品 無限人都拍過出來 我們是否可以試試呢 因為我認為電影無論如何都好 訊息甚麼都是其次 最重要的就是如我們節目所說 是娛樂為先 是第一重要的 所以是不難看的 OK 好了 即使說拍攝拍攝 今次真是翻炒 因為我昨天太累了 今早7時起床 因為我要回來安排裝修的東西 其實我們當然有拍過東西 以前過去拍過的東西 小時候的作品都沒有了 找不到 但是早幾年如果是我們以前的網友 其實應該看過我們這一套作品 全場八分多鐘 算是微電影 OK 我們不會在這裡播出全段的 因為那個版權關系 我不知道會否被人查 真是很可笑的 製作 拍攝 導演都是我們自己有 但竟然害怕那個版權問題 我不是害怕鱷魚刷 我是Youtube刷 OK 所以我們由三分多小時開始拍 這一段片 是由我導演的 喪波錦死隊裏面 OK 因為當時是2014年七景的事件 而啟發 我們inspire了我拍這套 而為了製造那個效果 當日我們是買了 我在下午 上午就叫大咪 還是客人去買一些 豬心 豬肺 豬腰 豬腸 就是用來做道具 還有豬行的血 誰知道 混蛋糟糟糕了 放在車上 臭糟糕了 下午拿出來 臭糟糕了 於是我們不用了 就隨便用了幾件算了 現在我看回John Rambo 最新的那套 《Last Bird》 你有沒有看 他臨後的幕幕 是刮心出來的 我懷疑 史太龍看完我們 喪波錦死隊 真是我們inspire了他 我們看看這套作品 配案我就不太好 因為配案不是我配的 雖然是我老友的陰亡 但我認為配案是 我配案 看片 還想看的很簡單 上到Youtube 找回喪波錦死隊 黑景 我想找到 喪波錦死隊 黑景 找到 應該全套 七景 是 七景 七景還是黑景 我都 七景 OK 應該找到喪波錦死隊 我沒有出鏡 有一個影子 好像希治閣 有八分多宗的短片 我覺得 其實整班 我們隨時stand by 我看這裡會有個劇本 尤其現在Lanny 又肯參與 或者介紹一些女演員 因為我們想拍一些 第二些故事 我想拍三十分鐘 拍兩套微電影 然後才拍大電影 故事有就可以了 我希望我們明年也有機會提名 是 因為我們準備了 有人問我們392 2019年 我們準備拍 即是幾個Social Trailer 我們劇本就出了 現在Casting是困難的 為什麼 下一節我再說 為什麼我要搞這麼多 又說要搞什麼首映 因為我們跟娛樂圈有個拉梦 因為 肯為藝術而犧牲 記住 什麼犧牲 記住 我們不是拍咸戲 但是有些長口 如果你適獄如今 大家知道山九講的 有什麼故事 我總不能夠 拍那幾個山九 啊 正啊 然後女兒 不要啊 不要啊 然後把玫瑰下來 就交代了 我們拍山九都一樣 我們不直勢 我們是演員導演 每個人都生 但是我們志氣大 我們希望拍到一套 震撼感動 還有 裡面有寓意 有寓意 有寓意 要密切留意 我們拍好 我想希望在兩三個星期之內 先出出一個trailer OK 出一些毛片給大家看看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項目好玩 大家可以一起玩 我上次說過 錢呢 雖然到我 但是沒有那麼多 我們希望多些資金 OK 我希望有二十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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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二十五萬 不是二十六萬 不是二十四萬呢 因為日本那套私材片場 拍了二十六萬 港幣 我要便宜了一萬 二十五萬 九千九百九十九 二十萬 但是我們所有的演員 收音 導演 編劇 全部 是業餘的 我全部不要專業 我那天跟慧姐 慧姐說她可以做角色 我心想你做生狗 還是做被生狗奸的女人 莊正儀 莊正儀 莊正儀現在都做了什麼 她做當時 莊正儀 好了 那你不如叫她做生狗 於是乎 我就在想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要安排個角色 讓慧姐很容易 但是 沒辦法 我們要業餘 而且那些電影太好了 又不是的 說真的 全部殺了 電影就是看導演 記住 電影 我們盡量多拍一些散索 不要那麼長 每個鏡頭拍 你一個鏡頭直落 你怎麼說 從hyper到 平靜到傷感到絕望 我們業餘演員很難 如果能做到 我們明年提名 最佳男主角 在那裡說的時候 那我就會批定 最佳男主角 沒得談 馬健言 沒得說 那我會不會做什麼角色呢 大家拭目以待 我希望 我已經是有人 會有人 做配樂 作曲 唱歌 我今天除了做生意外 我們最大的項目 希望在明年三月前上映到 好 聽一下 記住日子 如果想拍不到 也希望我 兩三個星期 給別人看 林康正當然也會有演出 即露點 都要的 露兩點 無所謂 露到男人的兩點 無所謂 我又再露了 是啊 是吧 另外 大家在這裡 督促著我 因為我太多東西 包括李氏歌手 不會爛尾 但是拖得太久 今年我已經找了朋友 答應了做後期和剪片 所以我昨天開始已經在寫著 首先上網看劇本的格式 就在寫著第一章 就是《生狗2019》 正式開 寫著劇本 之前你們寄照給我 說有唱主題曲 或有給錢做老闆 那些 我全部保留你們的聯絡 但是這次我可能會扭一扭 就是想一下 會不會那些生狗是女的呢 我反而受害人是男的 很棒 這樣是另一種玩法 OK 接著說回這裡 就是香港電影金像獎 今天出了一個brief的名單 其實全份名單在 但是似乎不夠時間 由小到大 講那些獎 但是我看完之後 我更加堅定了 我今年一定要開鏡 最好就可以拍得次 但是我連劇本 都沒有時間寫好去 其實我除了《生狗》之外 我還有一個故事想拍 我可以說一下大綱 我一定是拍貼的東西 拍生活 因為陳小娟似乎 他似乎 品評好高我到現在還沒看 但是如果作為第一套長片 我想我們拍片也好 就一定是拍自己有感受的東西 是的 故事 當然這個在我腦海裏 有很多構思 我觀察了香港這麼久 如果不是 就很商業地 很官能刺激地拍生狗 我都在想 我覺得行豪還是紅地纖 真是不善夢 起碼一年有多少個新導演 有些人說 他們不明白 為什麼我一定要做導演 可能我有執行導演 但我一定是要做導演 因為我有機會被提名 最佳新導演 你剪接師 不會有最佳新剪接 演戲可能會有最佳新人 所以我一定要提名最佳新導演 我不知道有沒有年齡限制 原來最佳新導演 是限制在40歲以下 我就不行了 唯有要博最佳提導演 但只要我們套戲 在十多二十個獎 包括視角效果 什麼想都好 如果有一個提名 我們成班去行豪定之營 鬼想都會這麼吵 好 回來 大家知道我對山狗這部電影 是有一種情意揭的 這個Jingle 我播過沒有 沒有播過 因為這是新的 我之前也播過一個舊的傳播 這個叫做復合版 就是當年山狗這部電影 1980年 那就是 我想都叫做Trader 那我當我在這一陣子 其實我是好事不軌 真是孕育在我腦裏面 真是 不斷希望 即是我們又撞回大直光那些 當時我們拍七黑景的時候 我真的很想 我們人生是要做什麼呢 人生我們要追尋卓越 但卓越是否這麼容易追尋呢 真是很難 既然很難追尋卓越 是不是要放棄追尋卓越 也不一定 但起碼有追尋就是好玩 我覺得拍攝是很好玩的 我昨天再想過 我希望連五十萬都嫌多 我希望用三十萬的預算 我希望連五十萬都嫌多 我希望用三十萬的預算 我希望連五十萬都嫌多 我希望用三十萬的預算 去完成我們第一套九十分鐘或以上 可以在戲院上得的電影 當然 有兩件事 就是 我有兩個底線 我認為是不可逾越的 不是錢 第一個 假若我們真的拍三十萬 要露點 我是二選一 我在心裏拍的劇本 要不就是隱形其合 隱形其合 我只想一下女生做反應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隱形人 即是被人強姦的時候 他的球被人拿 是經常用東西噴他的球 即是你們昨天說 用一些器官 即是大器 令球動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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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那些東西可能會貴的 拍小兩個單元就可以了 別人的一部電影都會發幾多故事 不會不會 我真的要拍這個長片 我不會這樣的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 我決定本來不是我難的 第一個就是我希望 我不知道是否需要付優惠 但我希望真的會得到 余韻礦導演的首肯 我想去拍 第二 就是我希望這套電影的全個系統裏面 不會有一個專業的電影人 即是包括製片 化妝 道具 即都是我們圍內 或者大家的網友 喜歡玩的 一起來 因為這樣就等於我 好像我當日做《現代學合傳》 即是做網台節目 我唯一的要求 沒有其他要求 我不需要有人幫助我們做節目 這個是好玩 出來會是怎樣 我不知道 剛才去的那個 真是很棒 我覺得是殺 殺 殺 如果我們再出一個Jingle 我們真的拍得出來 我想我要找回這個人 我講不到他這樣 我試過 譬如說 因為他的聲音很活該 是那些人的聲音 暴力事件越來越猖獗 香港市民生命危在單直 我講不到他的味道 打劫 非禮 強姦 但是最恐怖的是 山狗狗狗狗狗 他像混亂 英偉小新艾迪 性格巨星黃青 動作巨星陳昇 火爆演出 青春玉女莊正義 含包代放 你說不下去 殺 殺 如果我們拍完之後 我想我們再找回這些聲音 來讀這些Jingle 效果也是非常吸引的